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雁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埔国民党人物列传 我们继续来讲黄埔军校 中国共产党第一人 张神甫先生 我们上一次提到了 张神甫为了能够 专心的在广东大学 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 进行他的教教工作 就辞去了黄埔军校 政治部副主任一职 虽然他向黄埔军校推荐了 15个优秀的 中国共产党人员的名单 对于中国共产党 在黄埔军校后来的发展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张神甫是离开了黄埔军校 另外我们也讲到了 张神甫他对于 国共合作的这种方式 有很大的不同意见 关于中国共产党员 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张神甫 他特立独行的进行反对 实际上在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中国共产党人 对于这个决定 都是持异议的 1月23年1月2日 共产国际 只是中国共产党 与国民党实行合作 当时在共产党内部 就掀起了很大的风波 大多数党员只赞成 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 反对直接加入国民党 当时陈独秀就生气的说 这不叫国共合作 这是国共狠核 为了这件事情 布哈林在真理报上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那么陈独秀只好屈从 因为中国共产党 当时是作为共产国际的 一个支部 只能无条件的服从 共产国际的决定 孙中山屡次 向共产国际的代表也说 说共产党既然加入国民党 就应该服从党纪 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 共产党如果不服从国民党 我就要开除他们 苏俄若偏袒中国共产党 我就要反对苏俄 而共产国际的态度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很多中国共产党员 对于国民合作这种方式的不满 但张山甫一直是坚持己见 因为张山甫就是这个性格 1921年7月 张山甫在巴黎为新青年杂志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说实话 在一大召开的前夕发表 其中他就讲到 他的原话这么说的 我以为很有组织一个实话党的必要 这个党要从心理上 从形成这种心理的人际关系上 毁掉不说实话的姻缘 由此可见 张山甫的身上 他有一种实话实说 真实表达自己观点的 这么一种坚持 那么1925年上海的冬天 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如期举行 张山甫自然身在其中 其他出席的人物 包括周恩来 瞿秋白 张泰雷 蔡和森 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 维京斯基 会上讨论了很多问题 统一战线问题 就是共产党是否需要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 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张人甫继续的坚持他的反对意见 他后来回忆说 他发言反对这个建议 他那个时候相信 直到后来他也一直相信 共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完成他的任务 张人甫他坚决的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他的理由是 马克思在领导1848年德国革命时讲过 共产党原则上应当保持他的独立性 不应当依附其他政党 列宁领导俄国革命 首先主张俄国无产阶级政党 不应当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 应当有独立的主张 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 在理论上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意见 当时蔡和森说他是幼稚可笑 张泰雷也对他的发言嗤之以鼻 蔡和森和张神甫的关系非常糟糕 因为在法国的时候 蔡和森和张神甫就有过论战 张神甫曾经在新青年撰文批评蔡和森 为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蔡和森在四大上 对于张神甫这种与共产国际的意见 背道而驰的看法表达了一种很轻蔑的态度 张神甫当时就回忆 说当时我对会上一些人的说法深感不能同意 当即就说了出来 结果招致冷笑 认为幼稚幻想 当时那种轻蔑的态度 让我感到极端的难堪 所以从张神甫的这种回忆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让张神甫愤而离场的 并不是对方的与他不同的看法 而是对方对他那种轻蔑的态度 张神甫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非常好面子 那么加上他又拥有着 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这种身份 蔡和森对他的轻蔑指责 就惹了他勃然大怒 拂袖而去 当时周恩来追了出来 表示赞同张神甫的意见 请求张神甫不要就此拖打 而且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边 李大钊和赵世言 尤其是赵世言 曾经多次力劝张神甫 但是张神甫不为所动 他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 赞成我的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 我可以在党外帮助你 张神甫后来还说过 说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同时他也说到 说周恩来不同 他是一个弯而不折的人 托党是他性格的使人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在托党一年后的1920年3月 张神甫在《惊爆》复刊上 曾经发表了一篇自白 他这边他自己写 他说我不会否认 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脱离共产党 因为我觉着 我不适宜集体生活 我是无政府主义者 是罗素的信徒 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 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 因为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而脱党 这并不是张神甫的首创 在他之前 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 李达和陈公国 也因为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而退党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中国共产党到了1925年的时候 才刚刚成立的几年 他还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政党 很多事情都在摸索中 但是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发展的很快 那么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很快 但是创造建立共产党的这批人 这批年轻人 他们有的人能够跟上 共产党发展的步伐 有的人跟不上 那跟不上的人 并不是说他不够进步 与否 这是由后世评说的 而说这些人呢 他和中国共产党发展 不再契合 不再吻合 所以他自然就会和中国共产党 分道扬镳 张神甫呢 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后来晚年的时候 张神甫对于他脱党这件事情 一直耿耿于怀 但是他和共产党不能够一起共同的发展 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必然 这和张神甫他本人的性格 他的主张 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实际的情况 有着很大的关系 总得来说 张神甫是一个很好的学者 但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 他从来没有准确的把握好 他作为政治家的这个角色 他自己也说过 他说我是总是接近事件的中心 但从来没有全面的卷进去 我可以算作是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同情者和支持者 但他永远不是舞台上的那个主角 在脱党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很不如意 因为在他离开黄埔之后 本来他想一心一意的在广东大学 继续做他的教授 研读罗素撰写的哲学论文 但是被政治打断了 校长邹鲁 这是国民党著名的右派 他把张申甫当作左翼分子给解聘了 所以1924年秋呢 张申甫愤然的离开了广州 但很快在上海的这个四大上 因为他不同意国民党和共产党这种合作的方式 所以愤而退党 那自此呢 张申甫就退手到书斋 回到他的书房 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张申甫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在张申甫脱党之后 他实际上和中国共产党在很多理念上已经是渐行渐有了 中期一生他也再也没有回到共产主义这感大气之下 张申甫后来的政治道路 他更多的是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寻找第三条拯救中国的出路 张申甫曾经说过 他说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不能自已 一次又一次的卷入政治呢 可能是受1927年的失败所惩罚吧 革命在这一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但我们很快又积聚力量作出反击 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 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 这是中国读书人历来的责任 1927年我们虽然失败 但我们知识分子仍然要寻找出路 我们不能够什么也不做 这个期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张申甫他的主要兴趣变成了在哲学进行深入的研究 他回归到一个在学术上进行钻研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的 那么在1929年的时候 张云甫曾经写过一个文章 叫1929年的哲学界 其中他就提到 他说我最大的嗜好是读书 也最愿引人读书 然后呢 他给当时的青年读者开了一个不短的书单 从爱丁顿 怀了海 杜威 到罗素 康德 黑格尔 这些西方著名的哲学家 所有的著作都是在他推荐的书单里 但有意思的是呢 他没有推荐一本马克思的著作给青年读者 随着中华民族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这个危机面前的时候 像张云甫这样始终对着国家对着民族 有着无比的热爱和深深责任感的这批中国知识分子 他们必然再次从他们的学术研究中抬起头来 冲到救国的第一线上 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时刻 就是因为在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 中华民族无论哪一个势力 哪一种信仰 哪一种主义 哪一种主张 都凝聚在了一起 团结一致 共抗外务 我们不要老把目光去注重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发生的那些 的摩擦矛盾 我们来看待这些摩擦和矛盾的意义 对于深刻的理解 那种凝聚一心 共抗外敌的来之不易 抗日战争最伟大的意义 在我的观点里 我认为 抗日战争 他把中华民族从清末民初 经过了清末的洋务运动 辛亥革命 合作 大革命时期 那么这些中国几代人和人人之士 不停的为着中国的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 进行不断 不懈的求索 他们所诞生出来的那些精华 经过抗日战争 将这些所有的精华凝聚在了一起 他所形成的这种精神 这种内涵 才是我们今天 能够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真正的内涵所在 这个精华的凝聚 不是单单的某一个政党 某一个主义 某一种信仰 某一个主张 而是由多种的信仰 主张 主义 共同凝聚起来的 里边最重要的部分 是在于一种精神 对民族的责任感 再有就是一种 对更广阔 一种追求 这才是我们看待 大时代历史史 历史的时候 最应该去体会和了解 1935年冬 张神福与刘青阳 他的夫人刘青阳 姚克广 也就是后来我们 国家著名的领导人 姚依林 他们一起共同发动 和领导了北平的 129学潮 张神福任游行总指挥 张神福这个时候 实际完全没有必要 去成为129学潮的 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 因为这个时候 张神福在学术界 都有了非常高的声望 在退党之后 他已经在济南大学 大陆大学 大厦大学 中国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这些著名的院校 任教 所教的是 罗素的哲学 或逻辑 当时的哲学界 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 主要介绍者 是胡适 伯格森 生命哲学的 主要介绍者 是德国的张军迈 黑格尔哲学的 主要介绍者 是刘美刘德的赫林 那么罗素 新实在论哲学的 主要介绍者 就是张神福 1931年的时候 张神福被 清华大学 聘为哲学教授 讲授逻辑 与西洋哲学史 当时 清华大学的哲学系 还有冯友兰 金月林 邓一哲 三位教授 这几位大师级的 教授 齐聚于清华哲学系 并称为四大金刚 当时 阵容豪华 空前绝后 颇为壮观 而且张神福呢 当时在清华大学 任教 他也非常的开心 在那里 他还发掘了 张神福先生 在一篇文章中 张神福说到 他说 钱忠书和我的兄弟 张戴年 并为国宝 而这个时候 钱忠书 不过是二十出头的 在校学生 所以我们看到 张神福这个时候 在清华任教 他的生活 他的工作 他的学术研究 他的维持之道 都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 在民族危机面前 张神福 仍然是 投身其中 组织和领导了 一二九运动 那么作为主要领导人 他和他的夫人 刘青阳 一起被捕入狱 被关了 五个多月 张神福曾经回忆 他在被捕之后的遭遇 他说 那些日子 对我来说 真是艰苦 我今天仍然记得 狱警 凶恶的喊叫了 我的名字 张松年 张松年 我对我的名字 赠言起来 释放之后 我就不再用这个名字 我只用张神福 一直到今天 后来1936年5月7日 张神福才由冯玉祥将军 保释儿出狱 出狱之后 他被开除了 在清华大学 已经做了五年的教授职位 理由是 他在抗日救我活动中 表现的太突出 清华大学政治系的两名教授 反对学校与张神福续约 说他是搞政治的 不是教哲学的 没有履行好教学责任 张神福后来也讲过 他说我坐过一次牢 失去过教授的职位 但是我没有后悔我的行为 如果我不是中国人的话 如果我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 孔子后人的话 如果我不是我的好朋友 熟悉的张神福的话 我便会摆脱陈世事物 这样我或许会成为 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 那著名的历史学家 周古城先生也曾经说过 如果张神福能够研究学问 那么在学术上的建树 恐怕会超过他的弟弟 著名的哲学家张戴年 可是张神福 他就是张神福 他不可能坐视着 民族国家的危机 而仍然安静的 坐在他的书案之后 他大学回不去了 张神福就全心的 投入到了组织救国会 当时救国会的全名呢 叫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 他这后来民盟的前身 是后来知名的三党三派之一 救国会除了张神福以外 其他的主要领导 由沈君如 张乃气 邹涛粪等人 1937年 张神福都是救国会 在华北的重要领袖之一 也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 主要设计师和棋手 这个运动可以说是 武次精神在抗战中的再生 1938年5月25日 张神福在他新编的刊物 《战时文化》 发刊词中就讲 文化可以是 而且应该是抗战的有力武器 我们每个人都要超越现在 超越自我 为一个较高的理想而行动 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战时哲学 一个具体的哲学 具体的教育政策 能促进科学的文化 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气质 这是今天最迫切的任务 1939年4月10日 张神福在《战时文化》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新启明运动》和《新生活运动》 这篇文章呢 与蒋介石倡导的 对战时领袖忠诚 顺从的思想唱对台戏 反对他搞个人独裁 张神福1923年 在莫斯科第一次 见蒋介石的时候 就不太喜欢蒋介石 后来在黄埔军校的时候 两个人又很不对 所以张神福呢 他用批判性的战时哲学 与蒋介石直接对阵 1942年5月7日 张神福在《新华日报》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科学与民主》 其中讲 科学和民主都是客观的东西 没有客观的精神 不但科学不能成立 民主也必不能实行 现在提倡科学 不仅只注意其结果 尤其要注意其方法 其精神 中国政治上 社会上应该实行民主 实在已十分的迫切 民主是实践上的事 只有在实践中学习 乃最方便 民主政治的第一步 自在切实保障人民的信仰 思想 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爱国 救国的自由 因此要实行民主 争取种种自由 便是今日最当务之急 这是张神福当时文章里写的话 他高举着五四精神的大旗 向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冲冲陷阵 1938月7月 国民党的汉口召开了 国民参政会 一届一次大会 张神福与救国会的 沈君如等六个人 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 张神福作为参政员 那么他并没有忌讳 对政府和对蒋介石的批判 他在陪读重庆 曾经公开的说过 中国现在屈辱到这个地步 危机成这个局面 一个人如果对外不能御敌 不能捍卫国土 没有丰功伟绩 对内能独裁吗 所以蒋介石对他 也一直是恨之入骨 据说蒋介石 有一次当面的骂他 说他是反对政府 说你不但写文章 反对政府 还在防空洞里 反对政府 并且表示 有人在防空洞里 亲耳听到 张神福当时辩解说 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纯属无中生有 后来呢 据说在防空洞里 说话的人是张伯军 张伯军后来感到 过意不去 因为张神福带他受过 还专门登门 向张神福表示安慰 那张神福的性格 也是不愿意 被平白无故的挨骂 所以当时表示 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 政治部长张志忠 听说以后 一再的挽留 张神福才留下来 从这点小声上 我们可以看到 张神福的性格 从来没有改变过 第二战争 这个民族危机 也使得张神福 和中国共产党 之间的关系 也发生了改变 我们前面提到 在脱党之后 张神福对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都进行了反思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开始在抗日统一战线上 发表自己的主张和观点 那么张神福 对于 张神福对于 中国的这次 国家和民族的危机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和认识 那么他和中国共产党 在某些认识上 就产生了重合 并且有了共鸣 其实这最主要的方面 就是关于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方面的共鸣 张神福之所以脱离了 中国共产党 就是因为他反对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 绝对领导下 提出的中国共产党 加入中国国民党 这个主张 因为张神福非常反感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一味的听从 共产国际的指导 抗认战争前夕 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 关于要走中国 自己的共产主义道路 已经有了一个 比较清醒的历史 那在这个时候呢 张神福也提出了 科学要中国化 这种主张 1936年 一群爱国知识分子 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 掀起了一场 关于文化救国的大讨论 那么在于 新启蒙运动发起来的张神福 他提出了科学中国化的问题 他强调在国家生死威亡的关头 最关键的就是要重塑 民族的自觉与自信 应该是科学 中国化 中国人当时依靠全民抗战 抵挡住了日军的灵力攻势 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张神福反复的阐述 必须把西方的科学 真正的适用于中国 中国才有希望 当时关于中国化这个问题 不禁有张神福 另外呢 主张中国化 这个重要话题呢 还有爱思奇和陈伯达 那与此同时呢 在1938年10月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也正式和完整的向全党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 这里和张神福 陈伯达 爱思奇等人提出的中国化思想 有了很高的契合度 所以当张神福 知道和了解了 毛泽东他发出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以后 他迅速的做出了响应 对中国化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论述 1939年2月10日 张神福发表了论中国化一文 文章的开头就很大篇幅的引用了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字 并且在认为重要的文字下和特意加了着重点 紧接着很明确的表示自己完全赞同毛泽东的说法 并为之欢喜和赞叹 认为这是中国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张神福认为 实现我们民族的自觉和自信需要中国化 他的原文是这么写的 他曾经这么说 如果启蒙的药用之于中国 但不能使它适合病人的需要 不考虑病人吸收药的能力 治病是不会有效的 他还说 但令把用在中国的东西都斟酌着中国化 使它切合中国的国情 1939年4月 张神福曾经写过文章 新启明运动的再发展 再开展 其中他写道 大众教育应该真正的深入于大众 知识学问在通俗化与大众化之前 更应该中国化 1940年 张神福发表《论青年思想》 他提出中国当前不但讲外来的主义的学说 特别是与社会有关系的 要使它产生时效 必须要中国化 为什么呢 因为有力量的主义学说 思想理论 必是活的 必是能够在此时此地扎根生长 必是能够抓住此时此地的群众的 换言之 也就是适于此时此地的实际需要 他阐述的理论必须掌握群众 理论必须适应实际需要 这些基本的观点 可以说 抗日战争使得张神福与中国共产党 相互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拉近 1942年的时候 张神福还给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 写过纪念注词 文章的题目叫做新华新华 我看着你成长长大 在这篇文章中 张神福不仅继续广泛的宣传中国化 而也进而提出具体化的重要性 他强调大中化要以中国化为前提 通俗化也要以中国化为前提 具体的问题要具体分析 因此具体化比中国化更根本 张神福这种要把主义中国化 具体化实践化的这种观点 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 在晚年的时候 张神福仍然坚决的主张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具体实践 有机的结合起来 反对刻意的走苏联的老路 1979年12月17日 张神福在接受晚年 对他进行深入研究的美国学者 舒衡哲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 张神福把中国模仿苏维埃思想和经济发展方式 比之为一个不懂游泳而要涉水过河的人 除了溺死之外 没有其他的办法 由此可见 张神福始终如一的坚持着 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的主义 必须中国化的这种宝贵的主张 张神福在哲学方面的天赋 是显而易见 我们今天讲张神福讲的太少 实际上张神福 他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是最先提出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的主张 我们经常说到中国哲学 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 那么张神福在这基础之上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单独的作为一方 加入了进来 张神福对于辩证唯有法的理解 是非常深的 在张神福很多的文章中 他都是以一种客观辩证的态度 来看待问题 1934年张神福认为 辩证唯物和逻辑解析 是现代世界的两个主要潮流 二者不仅相同而且互补 所以两个主潮是可以合二为一的 合一则两一 合一则合辩证之理 解析的辩证唯物论 才是将来理想的世界哲学 我们注意他这里提到的是 解析的辩证唯物论 而不是单纯的辩证唯物论 张神福曾经指出 唯物论是方法 是实践 是大大有助于实践的 是大有用处的方法 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有效的思想武器 在中国哲学界派别林立 四分五裂的时候 张神福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想法 他提出将孔子 罗素和列宁三合一 他认为西方传统最好的代表是罗素 中国传统最好的代表是孔子 那么列宁呢 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个指向人类发展最终结构 最终放下 所以他认为罗素和列宁 三者合一 这才能得到 对于新世界中 新中国发展的理论指导 而对于中国的文化建设 张神福也有独到的见解 他主张文化建设 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 他认为所谓的中国本位的含义 是以中国为主 不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 就算要全盘西化 也要中国自己做主宰 他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中 就指出来 五四时代的两大口号 打倒孔家殿与德塞两先生 应该改为 打倒孔家殿救出孔夫子 与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 这两个口号 这种说法的改变 是大有深意的 张神福认为 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文化 应是现有的各种文化的 一种有机的辩证的综合 不应该完全照搬外来文化 而毁弃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不应该排斥西方人文化 而死守中国文化 移植一种异文化 一定要适合本地的土壤 否则是不会生长 而且新文化 不只是大众的 还应带有民族性 现今的中国 需要民族的自觉也自信 切不能因为民族 而忽略国际 也不能因为国际 而忽略民族 张神福的这些主张呢 和理论 对于我们今天 依然有很 很有价值的参考意义 当然他具体的主张 和观点 有一些是需要商榷的 因为毕竟因为张神福 他的时代 以及他的性格 有一些观点 有一些偏颇之处 但是整体大的方向 有很多 学习和借鉴 除了在学术理论上 张神福提出了很多 非常有意的见解 抗日战争期间呢 他还在武汉 重庆等地 从事抗日民主活动 他曾经在汉口与沈君如 李公璞 王坤伦等人 共同创办了全民周刊 积极地宣传抗战 后来全民周刊 与抗战三日刊合并 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 邹涛愤为主编 张神福那个时候呢 又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共产党之外 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的 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而这个期间 张神福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一二月运动之后 他被清华大学解聘 生活没有着落 1942年 周恩来邀请张神福 到新华日报任副刊主编 给予经费的照顾 还给了写了信 另外呢 1942年7月中旬 周恩来的父亲在重庆病逝 张神福还特意去调研 周恩来特意给了写信 致信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毛主席 毛总毛主席 在写完他的论持久战中 也专门给张神福 发了一个出版的印刷稿 希望张神福来阅读 提一下意见 这些都说明那个时候 张神福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了 如果按照这种形式发展下去 张神福很有可能 会站在新中国天安门城楼上 成为官里的著名民主人士之一 但很可惜 在解放战争中 张神福又犯了一次 比较大的错误 依然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 这是他一生中 两次重大的挫折之一 第一次是他拖党 第二次就是在解放战争中 发了一篇不合十一的文章 那么到底这篇文章 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来讲